今天就來到EVA展覽會的正式開幕的第一天 現在我身處就是Samsung的攤位 每年Samsung的攤位都是整個EVA展覽裏面 最大的一個 那個規模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真的很大 今年Samsung這個展覽會 都分了幾個區域 一進門後大家會看到一個很大的8K區域 而再進來當然是電話 因為60%和60%就之前在香港也發佈過 今次在這個展覽裏面 究竟有什麼手機最吸精呢? 就是我後面這一個 這個就是Galaxy Flow的展覽攤位 其實如果大家有看PCM的網站的報道 都會知道 剛剛Samsung再重新公佈 Galaxy Note的推出日期 其實也開始接受預訂了 剛剛我就排隊玩過 可以跟大家說一下那個心得 就是說 根據現場的工作人員所說 他們就改良了那個教位 第一就沒有那麼容易爆 第二件事就是 其實那個教位當你攤平了之後 在這個感覺上面 以後可能有一點點不平均 就是有一點點凹凸痕 但是這次來說 那個凹凸的情況 就沒有那麼嚴重 就是我們摸下去也好 或者一個純白色畫面 大家都會不太覺得摺痕在這裡 當然啦 如果你說我真的摸上去的時候 那個手感會不會摸到那個摺痕呢? 有好輕微的 不是很嚴重 但是有好一點點的 所以 你是不是完全沒有這條痕呢? 不是 但是是否比起 之前好了呢? 是的 改善了 當然啦 實際上這個新的版本 究竟會不會都有問題呢? 或者是 已經完全沒有問題呢? 我想都是要等 正式產品出了 或者有更多人試用過 才可以下定論 但是從剛剛試用的手感來說 是好處的